小夫 我要入庭啦 啊啊啊啊啊 小夫 你好像洗澡還沒洗乾淨 好像有東西領著 我也有啊 那三次唱很乾淨 我不管了 我今晚就要來 唉 唉 一個暑假想說的東西 終於到現在可以說了 好啦 歡迎大家回來歌唱小教室 我是Kelvin 很多同學在唱歌時都會有扯鏡的問題 通常去到高音就會這樣 啊 扯鏡 一般老師或網上提供的方法 就是教大家做低喉頭的練習 其實我在之前一開始EP3的時候 有教過大家如何解決喉嚨唱歌的問題 就是利用低喉頭的音色來唱歌 很多時候其實要達到低喉頭這個位置 有很多方法 例如是打喊嚨 打喊嚨的時候就 唉 一個好人 唉 真的打了 這樣 如果你覺得打喊嚨的方式太難 也可以嘗試一下 扮一下最近很HIT的這個 半虎 小夫 我要入來了 這個絕對是低喉頭的練習方法 其實叫大家低喉頭的練習 某程度上來說 是為了令大家可以嘗試調節喉頭的位置 例如我們扮小夫的聲音就會扁一些 我們用高喉頭做出來的 而半虎的感覺就是用低喉頭做出來的 在此刻你可以親身體會到被小夫 不是 是被喉頭改變位置 而做出來的不同的感覺 現實的情況就是 我同學可能發現 做低喉頭的一段時間 貌似其實都沒有改善到太多這個問題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 讓大家做低喉頭的練習 雖然是不再扯頸 但是是一個假象來的 而事實上 究竟是什麼 導致我們真的會扯頸呢 在這裏我們先買一個關子 有機會跟大家說 不過 如果你想提早知道 也可以來參加我們 Sinsu Academy的暑期這個課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到我們的Instagram 或者WhatsApp這個電話去報名 好了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做了低喉頭的練習就是萬能 因為你很多時候唱兩喉頭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少用低喉頭 雖然你做了 但是如果你做了 就會怎樣 好像在唱Opera 或者是Musical 所以在這條影片 我雖然都會給大家練習去做 不過 大家是為了嘗試去拿低喉頭的感覺 而不是真的實際在唱歌的時候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做這個練習的含意 我們這次先來做兩個練習 有兩個字大家可以做 一個我之前有給大家做的 就是BuB 這個exercise 我代替大家做幾個 大概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們以為是F的音開始做 我們試試做就是 嘀嘀哀哀 哀哀哀 嘀哀哀哀哀哀哀 哀哀哀哀曲 很高音 也處理過較低 嘀哀哀了 這樣會解決斜徑的感覺 另外再給大家一組 我們做的vile set就是O這個字 O這個感覺 我們一樣會用這個feel去做 我們又一齊試試 O 繼續 O O O 另外一個 O 可以不可以 無論是男女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做完之後 其實可以做一件事 小褲 快點給你下課了小褲 大胸 你不是大胸 小褲 我又來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一定要分享這三部曲 和分享給你喜歡唱歌的朋友 每個星期三和六都有一條影片 是關於唱歌的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星期六再見 現在要做什麼 小褲 我又來了 小褲 小褲 大胸 小褲 小褲 老 instrument 感谢观看